十二位獨派代表排排站 手舉標語高呼口號 力挺新任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期免他帶領綠營走出低谷 獨派大佬提前送暖 更在賴清德是唯一保台人選 不過近期卻傳說 美方對賴清德兩岸路線 也就是務實台獨工作者一說 感到擔憂 但青睞人士幫忙解釋 說賴清德的論述 重點在務實而非台獨 賴清德要用和平保台 跟蔡總統四個堅持的路線 爭取台灣最大公約數 不讓兩岸論述成了賴清德爭二零二四半角石 他就任民進黨主席除了找回年輕人信任 更要強化轉型黨部的執掌跟角色跟社會對話 仍事上兼顧派系平衡與世代交替 回應外界期待 他找回民進黨的創黨精神 就是要讓民進黨黨內更民主 也要讓台灣更民主 深化蔡總統穩健路線 同時推動綠營改革 賴主席上任後考驗才正要開始